苏第二颱風雖然走了 但是它真的威力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来看这当时的画面 远景飞到半空中了 就在台南永康 有一片帆布被强风吹落 卡在电线杆上 同时还缠住旁边的路感 路感承受不住强风吹袭 被连根拔起 好像在空中飞转 像魔法杖一样 有远景杆来支援 奋力往前飞扑 抓住的路感却被吹到空中 还重摔在地 最后是拿出剪刀 把缠住的帆布给剪开 才顺利将这路感给取下 强风狂吹 一大片的帆布跟着飘动 还缠住了旁边的路标杆 强烈阵风 路感跟着左右摇晃 最后竟然被连根拔起 飞到空中 上下左右旋转 路标杆瞬间像是魔法师的魔杖 在空中飞舞 民众看到了赶紧报警 一名远景奋力压制 甚至用路身扑上前 但是整个人 却被吹到了半空中 最后重摔在地 另外一名远景和民众看到了 冲上前帮忙 但是三个人的力量 抵挡不住 苏敌了台风的威力 就怕被路感打到 三个人只好往后退 原来只是8月8号 永康区中山路的一片帆布吹落 卡在电线杆上 十几公斤重的路感都被吹到半空中飞舞 最后远景拿出剪刀剪掉帆布 才将路感给拉下来 不过永庆派出所的远景 台风天出琴 奋力往前扑 因此受伤 还好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不过光是看到这个路感变成魔法杖飞舞的画面 就能知道苏敌勒台风的威力 有多惊人 记者林金文红年辉 台南报道